个股推介是葵程9961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旅游行业持续复苏 旅游平台股葵程可以看高一线 葵程作为旅游平台行业龙头 在出境供应链、品牌力等领域 显著领先同业 花旗看好葵程 认为五一路动节假期 出境游转一步恢复 旅游需求势头持续 葵程今年第一季业绩 有可能超市场预期 因为低股出境游和国际市场情况 以及利润率改善 葵程股价昨天收到383元 近日高位整股 建议可以在365元的水平吸纳 中期上网大行目标价平均439元